好了,我们又来到另一个屋苑那里了 其实呢,距离市中心远一点点 通常十几十分钟 都会去到一些比较偏的地方 其实你看看 你看看 因为爱丁堡是一个不是大的城市 所以二十分钟,二十多分钟 你已经去到,你会看到好像万里望一样 后面一连串是没有房子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地去发展 我身后那里指着 那一堆又是一大堆的新楼在那里 每个发展商都是在这些所谓偏的地方 就买一大堆地去建房子 那这个也是其中我们不想买新屋的原因 因为新屋呢,没错它是很漂亮的 如果你自用或者你觉得是 对于香港人来说呢 或者看这些新屋的示范单位 是真的等于香港的豪宅那么漂亮的 但是呢,在外国呢 如果你说你买新屋 因为一定有日价在那里 给市中心一些旧楼 一定是给旧楼 应该这么说,给二手楼是有日价的 那如果那个新屋还要建在这些地方 因为通常都是这些地方才有这么多地 去建完一个楼盘又一个楼盘 那他说呢 很容易旁边就会建多一个新屋 老实说 你那个日价那接近20%呢 人家很多选择 你知道吗? 如果譬如他日后有一天 有些人譬如又开发旁边 有些人过来看楼 譬如他看你那间,假设你要放 你是二手楼 为什么人家不选择旁边的地方 你竟然进来了 是不是? 姑且这么说 我觉得它的抗跌力 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 市中心的楼 始终是有一个 某程度上是抗跌力的 因为它的地始终有限 它没得再有新地 买市中心 近于市中心的楼 然后去旧屋翻新 是有一个市场在那里 可以说是有多强的承接力 好吧 我们再继续在这里看看 这个屋苑的新款 这个屋苑 我见到它很多都是噴石的屋 又是有些人已经是 入伙的了 已经入伙了 看看 它是哪个示范单位 可以进去看看 先拍一拍这里 不知道会不会太大风 背着风 背着风说话 你会看到 其实 为什么我说新屋千变一律 除了刚才的屋苑 会有一些铸墙之外 一般都是这样的 现在的新屋通常都是这样的 灑石 灑石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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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灑石 灑石 屋里的装修都是这样的 等于香港的交楼标准 那你再加钱 就会有些好些的东西 给你看 那 有个好处的新屋 就是你好像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因为每逢一个新的楼盘 它怎样都会是比较清优 有一样东西 我提一提大家 当你买新楼的时候 我们的新楼就是那些屋苑 它就在旁边 就有这样的屋苑 屋苑是这样的 那些屋苑的 但是呢 因为现在发展商 他们很多时候 他发展了一块地的时候 他要跟当地政府去申请 那兼且呢 当地政府是要求他们 是要划分一部分的位置 是给我们新后这些的 这些其实是 现在新的council house 所以 如果你买新楼的话 你都要预计了 不要介意这一件事 有些人呢 就比较介意 比如他买二手楼的时候 就很介意 就是买一些council house 或者council house 在旁边 你看到挺大辣的 它是佔一个比例 整个屋苑里面 它会一定要 找一个比例 去建这些council house 那你想想 它旁边 又是house 是吧 那旁边 那里又是house 所以当你买屋的时候 你又不想那么近呢 起码要隔多几间屋 或者一个屋苑 越远一点 去选择那些 如果你介意的话 那如果你说 真的很介意 同一个屋苑 有council house 或者怎么样 那对不起了 现在的新屋呢 政府要求呢 是一定要有一个比例 建这些屋的 变了 好像我身后council house 那我不知道这张梳法 是搞什么 无端端在这里 就是变了 不是那么 企理 有时候 有些人 可能没有那么 有功德心 你这么优美的环境 你看我身后 本身背后 好像优美的环境 一拍到后面 有个梳法在这里 好了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屋苑 因为它是同一个发展商 所以间价也有点似 这个大门口进来 接着就是 左手边的Living屋 右手边的楼梯上去 又是开放式厨房 不过这个开放式厨房 它比较小一点 因为你看 比较 局促的 中间只能够摆个圆台 然后 这里 没有书房 可能 它要摆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当书房 那 utinity room 在这里 养宠物 可以 就是它 在这里 客厨 够用的 够用的 这个通常都是出去 后翻 这个show room 这个show room 其实它 埋到最后都会 埋出来的 即是它的后花圆 其实就是这样的 这些show room 通常 如果它交楼 通常都是木板 那些都会回来的 那些lemonate 不是给这些了 有些甚至乎新楼 它是没有铺地毯的 好像有些人就说 它进去 它要自己是 加钱 自己去铺地毯 即是 如果你什么都不加 你就这样 叫它交楼给你 就有些 有些feel 是我们好像那些 香港就没什么是这样的 大陆就有些 所谓清水房 好了 现在我们上去 上到这里 刚才上面有人多 这些是主人房 有个套匙 大的衣柜 稍后再跟大家说 你所有看到 现在的新屋 它是不包衣柜 就是 灯也是 它只会放一眼 就是他刚才说的 一眼就是普通的灯 你如果弄LED灯 就几眼就要另计 瓷尊也是 当然 如果你洗澡 它是会有 上顶的 但是其他 你就不要想了 好 我们看这里 这里有个房间 有个衣柜 交楼标准是没有的 这个是厕所 厕所它也说了 灯只有一眼 如果是 你选择是shara 就会有 这里有个 storing 地方 可能走后的 起了个浙子 没理由它应该走在屋外 下面那里应该有一块东西藏在那里 瓷尊也是的 它如果洗手 通常交到标准是前面那里两块 或者遮掩 不会这样铺 这样铺也要另计 这样铺也要另计 这个瓷尊也是的 它说它只会放一眼 在那里 这些是另计 然后这里又有一间房 又是 有衣柜 好 它还有一间房 这里又有一间房 这个小朋友房 又有一个衣柜 在那里 我们说一说 如果你另加这些装修多少钱 交楼标准是没有地毯 没有地板的 楼下就是杀石地 这里就是木板地 木条 所以 如果你所有东西要零加钱 我也觉得是值得加的 它就是要两万多磅 两万多磅 你就可以收到现在 你这个 的现状 就是这样的装修 都值得的 好过你自己找人装 如果你自己找人装 绝对 如果你自己找人装 分分钟比这个价钱 就是砌砌砌砌出来 又包括衣柜 还有这些卸灯 最主要做回 交楼标准做回到现在 这个状态 大概是两万多磅 这样的 它说它交楼标准 这些 厕所呢 厕所呢 那些这样 是vadiator 你要自己换 或者是说 加钱换 它有整个list 封箭尤人 这样的 好了 这个单位呢 看完了 我们又去看看去哪里了 顺便说一说 它这个地板不包的 地毯不包的 你就当 你给多2万多磅 你当楼价 多2万多磅 原价这家屋 就是40多些 40万磅 多些 这样 如果你再加多2万多磅 就是你当是 42万多磅 你就当 有了这些 配置 地毯 这样 灯 射灯 都大概是这样 应该是43万磅 应该是43万磅 因为它是40 零多 再加2万多磅 那就是你当是43万磅 左右 好了 我们下一条影片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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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